三星大影国小的新生入学仪式 今年特别举办了风酒礼 25位新生将米酒注入到自己专属的瓶子当中 并且加以风魔 6年之后将会成为毕业的珍藏礼 典长孩子们在地浓浓的记忆 大影国小是三星相间的田园小学 为传承保留米的文化 入学仪式特别与在地知名企业中福酒厂合作 举行第79届新生风酒礼 25位新生在乡长及地方长辈见证下 一一将米酒注入自己专属的小酒瓶 造型独特的小酒瓶 标签上还标上每位新生的名字及入学年份 期许孩子们对于这片养育的土地 时时怀着感恩与敬意 第一次基板就长久 这就是用我们在地的米来在地的酒窗 来製造在地的酒 透过这个酒给孩子来做一个收藏 定是一个记忆的怀念 未来在几年后后 他们用打开酒的那种香气 来回味于地学校的点点滴滴 更能够怀念师长对他们教育过程的用心 感念感念感恩 风模完成的小酒瓶 在风酒瓶活动后 江颂至孝食室同意保存 等待六年保存成香 酒是对于天地跟人的一种感恩跟敬意 稻米对于我们三星是一个 尤其我们是田园的小学 乡村小学是一个南里哥舍的乡土清怀 我们借由跟中府酒厂合作的风靡酒礼 让孩子们学会对于天地 对于爸爸妈妈 对于老师的感恩与敬意 用自家产地的三星米酿制 熟悉的米酒醉香醇 大隐行僧入学风酒仪式 六年后成为毕业增长礼 典藏孩子们对在地浓浓的眷恋记忆 宜然新闻记者十四名 实习记者庄怡轩采访报道 还没